火灾发生时如何逃生是最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针对老旧公寓 近几年消防局也大力推广设置住宅警报器 今天消防局在金山区长的陪同之下 消防分队同仁带着住警器来到独居长者家中 协助装设为居家安全多一分保障 警报器发出高分贝的警告声 要提醒火灾发生时尽快逃生 这台小小圆圆的机器是消防局目前大力推广 五楼以下就是住宅需要装设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今天金山区公所与消防分队同仁来到独居长辈家中 要来为老人家装设住警器 提供独老安心有保障的生活 对于一些低收入户或一些独居的长者 或一些弱势的高风险的家庭或生脏的朋友们 都可以来公所来申请这个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 那我们目前独居长者有申请了18位 目前已经安装了9位 那陆续陆续我们会到各个住宅里面去安装 这些费用完全免货 想说那些长辈能够住的安心 能够维续他们的家园 原则上是针对五楼以下的建筑物去做装设 因为六楼以上都有消防法规规定 所以他们本来已经有装设了 所以那个部分就不用装设了 那我们装设这个东西是针对场所的一个独居老人 或是一些高风险家庭 他们会装了之后会比较安全 第一个他如果有发生火灾的话 那就可以提醒长者去做避难逃生的一个动作 金山消防分队表示 因为老旧公寓没有设置消防警报系统 发生火灾不易察觉 等到浓烟窜出火事已经难以控制 因此消防局也针对住在老旧房舍内的弱势及独老 进行补助装设 现场可以见到由消防队员来协助设置警报器 只要粘在天花板上就可以发挥功效 对于一般老旧公寓而言是相当使用 好啦 让大家这样对阿卜这么好 我们市长有在家里 在家里安心 有啦 这样很安全 对阿卜很有帮助 平常是在家里烦恼 有 有烦恼 自己在家里还没有卡电池 现在用那个鸡我没有用 那一只鸡也卡不下来 卡不下来 现在整个鸡就可以 对啦 这样就更安全 我们市长最关心 我们这是大人 住在家里安心 除了弱势族群 由市府消防队补助装设住警器 一般五楼以下的住宅 也可以自行加装 如此一来发生火柴事故时 能够透过警报声提早得知 不仅能及早扑灭 减少消防资源的支出 民众的身家安全 也能够多一份保障 记者 廖平凯恩 金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